马来西亚娱乐节旗 嗨,大家好! 我是马来西亚娱乐节旗 再一次回到印尼啊 印尼的这个巴东 这一趟呢是带了来自中国广东的一对夫妇 来到这个巴东地区 玩转这边的钓鱼场 海钓淡水 我们全部跟它搞起来 嗨,雨前 哈哈哈哈 十月生涯的一道坎来了 哈哈哈哈 十月生涯的挑战来 我有信心了,看好夫妇哦 我们把这边给它搞起来 London Ebu 印尼式的这个经典早餐 当地的特色早餐 是米饭来的,饭团 哦,米饭的包吧,这种 米包吧,你看 酒店顶楼,有游泳池 然后还有这个日落景象 往下,这里好漂亮 今晚我们先在这个巴东区 接集一晚,然后明天一早 就搭这个快艇 到这个明达威群岛 吃饭吃饭 巴东的特色饭哦 拿去巴当 吃饭吃饭 吃饭吃饭,开饭 吃饭吃饭 开饭 我们竟然干光了 哈哈哈哈 还是感觉没有太吃饱 我们四个人竟然干光了 那个第一道晚饭 哎呀你看,这些 我们应该是这里来过,来到中国人是能吃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当地的这个橙汁哦 跟我们接触到橙汁不一样 当地的橙汁,很好喝 很香 嗯 美味啊 刚刚接到一个很不顺利的一个消息哦 我们这两艘船 全都准备就绪了 准备起航了 结果突然间收到通知说 取消这个航程 原因是风浪很大 哇,这个打乱了我们的全盘计划 现在只能接受这个事实了 好,我们的行李被搬下来了 现在呢 只能回酒店 从长记忆啊 再重新计划下这个行程 唉 好无奈 但也必须要去接受了哈 好,我们现在改变计划哦 去亚来那边钓荆棘罗 然后才到这个明达威那边去钓这个黑炉啊 popping啊这些 好,我们出发了哈 可能改变行程过后会带来更多的惊喜呢 希望吧 全都是鱼哦 好啦,抵达了这个亚来 今晚我们将会在这边住宿一晚 这个就是我的住宿地方哦 Glamping 怎么样,还不错吧 准备开始咯 Jacky的挑战要来了 Jacky职业生涯的挑战要来了 我有信心 熊奇 哈哈哈 出发了出发了 出发了 好凉啊这个水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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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起来 啊出来了,一出来哇 不小不小 不小 我应该怎么做 抬肝,尽量抬肝 哇好大 哇好大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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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巨大一个 一会就放你手啊 哈哈哈哈 掉后放流 拜拜 谢谢 拜拜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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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金吉罗 哇塞 金吉罗 金的 哇塞 哇塞 第二条 今天第二条 第二条是金吉罗 金吉罗 漂亮啊 虽然小 我还是叫吉罗 好小 哈哈哈 吃饭了 泡在这种大自然环境吃饭 泡在这个水里吃哦 另一番享受哦 哈哈哈 有没有踩啊 那种感觉 踩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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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皇 哈哈 本来我们是想往更上游的地方去 结果现在下了一场雨哦 我们必须下山的危险 因为回去的路上 那个山路很滑 这样会很危险 哈哈哈 下大雨啊 下很大雨啊 结束了今天的钓鱼行程 还好还有钓到鱼哦 走 哇哇哇哇哇 哇哇 哇 哎呦脱掉 开钩了估计 哇好可惜啊 估计开钩了哈 哇没有哦 脱掉 没开钩 哇好可惜哦 这条好大 哈哈哈 一直要线啊 哇这条大 这条大 哇啊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个人的疏忽哦 我看下应该跟着他去了 不要这么强硬的去逼他 大了大了大了 大了大了 大挑大挑 哦 哦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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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来,我们钓后放 满倒,满倒,yes 哇,又一条 这个小条了 呀 这小条了 来 我不刹 哇,又一条,大条 哇 哇 哇,又一条好家伙 哇,又一条好家伙 哇,拜拜 大好他们,非常power 你看你们的气场,你看天气 今天要去很上游的地方哦,很上游 出发喽 哇哈哈,不可以 哈 哇, вдруг ум 哈哈哈哈哈哈 小心滑滑 滑滑滑 慢慢慢慢 潮湿 哇又来 哈哈哈哈 哇你是兴奋过头吗 哈哈哈 连帅两交啊 有请 Cilocon 水牛啊 因为它有带着小的 所以它反应有点大 小的小的 小的小的 喂 大口汤梨 哇 竟然钓到大口汤梨啊 你看 哇 以前钓到 这个很难得的哦 哦 呼呼呼 要穿过去 哇 耶 哈哈 哈哈哈哈 哇 又要穿过一个 洞啊 哈哈哈 草丛里面的洞 哇 你看 哦 如果你跌倒了 镜头会更好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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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雨泉钓到什么 Glali 这边叫Glali 这种鱼哦 它是吃青苔的哦 你看它的嘴 它是在吃青苔的 可是雨泉竟然用路雅钓到它 超漂亮的景象 哇 这边太漂亮了 走了这么辛苦哦 其实只是看这个风景而已 没有 这边没余调了 很多游客都会来 哈哈哈哈 除非我们要垮过这个山头 到后面去 我们的午餐 欣赏的美景 享用我们的午餐 哈哈哈 这个叫什么 羊肠小道啊 好 我们终于走下山了 千辛万苦 爬到上游去 结果没鱼 上游钓框比下游差很多很多 一个天一个地啊 下游才是天 哈哈哈 根据向导说啦 因为上游 已经是在保护区的范围以外 所以当地居民呢 都有在这边捕鱼啊 什么 反而下游是保护区嘛 没受到骚扰 除非是我们去到更上游的地方 啊 那个时间太长了 我们一天的时间去不了 好啦 我们这一趟也结束了这个 亚来的钓鱼行程 最后一天 最大的惊喜就是 没有惊喜 哈哈哈 结束了 亚来钓鱼行程 感谢大家收看 关注于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